大约半年前,智利奥西金斯大学和圣地亚哥大学组建了一个联合研究小组 他们给小瓶子里灌上自来水 用高速摄影机记录水从静止到逐渐增加转速时 瓶子的触地反弹情况 结果是瓶子弹起的高度会随着漩涡转速增加而减小 将视频进一步放慢 发现瓶子从开始下落到触地瞬间 所经历的大约380毫秒内 水面高度随漩涡转速增大而升高 同时,漩涡从出地瞬间形成中心射流到射流崩溃 经历了大约40毫秒 而射流出现的这段时间 又与瓶底橡胶帽压缩释放的时间基本重合 那么,瓶子里的漩涡到底是如何影响反弹高度的呢? 为了仔细研究这个现象 首先让瓶子里的水保持无悬 在自由下落时,失重的水和瓶子同时加速,相对静止 此时,水柱各处压墙和瓶内气压相等 在出地反弹阶段,冲击载荷迫使水柱骤软减速 开始向中间挤压冲撞 在瓶子离开地面时形成了向上的射流 从高速摄影机画面可知 射流从出现到崩溃这段时间 所产生的向下反作用力出现在瓶子弹起后 并没有对瓶底橡胶帽的弹力释放形成明显意志 但瓶子里的水旋转起来,情况就有所不同 自由下落中,漩涡处于失重状态 涡流内部从中心向四周逐渐增大的压力梯度 会推动外圈的水沿着屏蔽爬高 涡流转速越大,则压力梯度越大 外圈的水被推高的幅度就越大 如此一来,随行涡流在触地瞬间受到了平底的剧烈冲击 导致水流以较小的阻力向中空的底部汇聚撞击 立即形成涉流,涉流从出现到崩溃这段时间 与橡胶帽的压缩和释放阶段基本重合 于是,涉流所制造的向下反作用力 部分抵消了橡胶帽向上的弹力 通过实验发现,当这种小玻璃瓶子装水量约40% 涡流转速每分钟762转时 涉流崩溃和橡胶帽复原几乎发生在同一时刻 因此,随行涡流能最大程度吸收冲击能量 使瓶子弹起高度最低 既然如此,有人就反过来想 假如随行涡流让瓶子受到向上的反作用力 那就会和橡胶帽的弹力同向叠加 在总能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实现诸咒为虐,使瓶子跳得更高 根据这一奇葩假设 有玩家给炮弹屁股后面挖了个洞 将一坨推进药塞进去,变成随行装药 并给洞口安装一个带消化纤维塑料片的岩石堵盖 玩耍时将炮弹和发射药包依次塞进管子里 关闭炮栓,捂好耳朵,猛拉绳子 轰隆一声,主装要引爆 高压燃气开始推动弹丸向前运动 将子铜弹带挤进糖线 此时,弹丸阻力达到最大值 如果没有随行装药 那么,弹后空间不断增大 就会使弹后压力在某一时刻达到峰值 而后不断降低 最终在糖底和弹底之间 形成了泡污线性的压力分布 弹底承受的平均压力 只有糖底压力的7-80%,所以并不完美 而随行装药和弹丸一起前进 只要糖内气压达到点火延迟堵盖的破墨压力 活摇气体便会冲破堵盖 将随行装药点燃 大量燃气不断填充弹后空间 弥补了弹丸因加速运动而形成的压力梯度 使弹底压力提高且近似恒定 这与随行涡流产生向上的反作用力 能使瓶子弹起更高的假设相吻合 因此随行装药使燃气对弹丸的做工增大 泡口出速提高 由火炮爱好者通过弹道摸底试验发现 某款30毫米火炮 使用随行装药弹丸池 在最大糖压相当的情况下 出速比普通弹丸增加了大约每秒100米 可见随行装药确实具有提高火炮出速的弹道效果 因此先加时给塑料瓶装点水招猫画虎 做一个随行窝流的有趣实验 也许会给你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启发